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真正的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和魔鬼本身 那有魔就佛 有佛的承传者 那就是周星驰演的角色 在这里面它揭示一个很关键的概念 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宿命论的概念 宿命论在中国的共产党的文化当中不是一个好词 因为它是一种缺少努力的成分 对吧 一种命运之所 但是我们现实中的人 只要我们在社会当中生活过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知道很难跨越命运 太多的朋友都感叹命运的捉弄 命运的捉弄本身是指自己的努力得不到回报 就包含着命运的捉弄 而真正拥有信仰的人 他懂得命运的本身是被安排好的 除非真正超越命运的人 他是具有使命的人 突破命运的人 他带有着一种拯救者 挽救者的含义 在影片《黑客帝国》当中 就有这样的生命含义 而在周星驰的影片中 他主要表现出就是善的力量 那种内在的善的力量 是中国传统的文化 这种内在善的力量 是跟生命直接相关而来的 所以我个人以为 那周星驰背后有高人 或者周星驰自己有着某种内在的 他并没有向公开描述过的 他对生命的理解 对功夫的理解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 提到宿命论 就是周星驰扮演的这个角色 本身是个街头的流氓小混混 但是影片里讲了 每到他最危难的时候 他都能化险为夷 而化险为夷 他自己又不知道是怎么化险为夷 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做 一切在自己不能够控制的情况下 总是有生命帮助他 总是有生命有人去帮他化解 影片里有一段是说 一到他有毛病的时候 他就会到那个警察的岗楼里面 然后连踢带打 他可以把这岗楼打得乱七八糟 他也不知道功夫哪来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宿命论的概念 这就是我们说有些好的生命是有来头的 有人保护他 在现实人的利益当中 他怎么去作恶 而怎么又跟他的现实有冲突呢 我们可以看一段 这一段 我们看到 斧头帮在去打这个 诸龙成寨的时候 把他们俩给弄回去 结果他是神偷 小偷小摸 那结果要杀他的时候 没杀成 他自己把自己的锁给打开了 那结果他就讲 他骗人吧 他就努力说我要加入这个斧头帮 要这样要那样 人说加入斧头帮可以啊 你得先杀人 你得先打人 那这哥俩就商量 怎么去杀人 怎么去抢人 怎么去打人 那包括在这个车里面有一段 去这个要去打那个什么 戴眼镜的那个 他叫四眼贼 结果他被人打了 他都出不了手 他这段什么意思 两个人的灵魂是高贵的 两个人本质是好的 有着人之初性本善 那他的生命来源好 那当他在人中为了自己利益 他努力去做恶事的时候 他都做不出来 生性就是善良的人 无论利益怎么诱惑他 他都很难改变他本身的品质 这一段对话讲的也是这意思 让他去欺负女人 他可以去欺负 但他欺负完了之后 他比那女人还难受 所以这是周星驰在影边中 所埋下的伏笔 那个概念 这两人的角色 一直扮演着这样的角色 小偷小摸要去办恶事 把自己一定扮演成是最邪恶的 但他永远邪恶不了 我不知道多少朋友能理解这意思 就是人是有来源的 他的来源决定了他 他的来源促成他 在某一个时刻的关键时刻 他本性的一面展现出来的时候 那可能就是今天周星驰预言的今天 将要发生的事情 在2004年就已经影片中谈到了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人的利益的一面 可能并不知道 那我们看到这个时候的场面 就是那斧头帮的头子 因为他不敢动 他就要让周星驰败的角色 拿棍子去打对方 去打那两个人 这就变成了生命之间正与邪的对垒 真正的正与邪的对垒 魔鬼的出现在那里 他是他生命的来源 在这个时候 周星驰自己生命本来的一面 在这个环境的刺激下 就被激发出来了 所以当让他用棒子打他的时候 打那两个人的时候 打那个婆娘的时候 他没那么做 在恶的势力的刺激下 他生命本来善的一面的 觉醒了 明白了 所以他才反过来拿这个棒子 打了斧头帮的那个人 对吧 打了斧头帮的那个人 然后他过来打的是火云邪神 而不是另外的两个婆娘 这就是我们看到了 那两个人高手对垒 生死都在 不在这个空间的时候 那火云邪神一走神 那两个人一抽身就离开了 对吧 就看不着了 火云邪神就 那知道吃了他的亏了 所以就往死了打他 影片描写的非常有趣 把脑里都打没了 打在土里头了 对吧 打没了 但他死不了 他在预示着什么 他在隐喻着就是 周星驰用这样的方法隐喻的 一个人的真正有生命来源 他真正的功夫不在身体上 他的真正的功夫 是在他的灵魂中 在他生命内在的承载中 现在的文化叫做精神 所以这一段就在介绍着 他不是一般的人 他透过这样的磨难 把他的七经八脉 把他所有百脉全都打开了 那他所有打开 经历磨难而使得自己生命升华 经历磨难而使得他 整个的功夫重新恢复 突破了人的束缚 七经八脉不打开 人的肉体束缚了他自己承载的能力 经过磨难 才回到了他本来的自己 也就不会成为障碍了 换句话说 真实的他才会展现 这里面包含着中国人传统的文化的概念 相生相克 有多的福分 有多的难 当拥有这个福分 这个福分是承载来的 这份能力是承载来的 他有着这种使命 而这种使命的人 经历过这样的历练 今天他要兑现 兑现什么 斩妖除魔 其实周星驰在描写这个意思 那斩妖除魔 他们之间的对垒 周星驰再露面 再出现的概念 就是一个全新的生命的概念 是一个佛法的传递者 是一个佛法的承载者 佛法的传播者 功夫不是练出来的 功夫是承载出来的 在人的生活当中 在人的过程当中 遭受的苦难 是让他还掉他自身的业力 当业力消失时 当苦难到头时 苦尽甘来 相生相克的道理 他的功夫就出来了 对吧 他的功夫就出来了 所以这里最关键的问题 就是周星驰是佛法的承传 扮演的角色 是佛法的承传者 他的使命 这里有着宿命论 有着天命不可为 时间走到哪 一切都展现 人间的一切 都是表象是假的 那真正的生命的来源 是根本 那因为我们在 讲那个魔鬼的那一面 火云邪神的时候 已经讲过这一段 对吧 所以周星驰在他 经历过那样的苦难之后 展现出来的是佛法的威严 是佛法的威严 所以才出现 只有他 因为他是佛法的承传者 因为他是一个具有使命的人 所以当他飞上天 在火云邪神打他的时候 他飞上天 又借助苍蝇的后背 再往上上一层楼 他看到了如来神掌 看到了如来佛掌 应该是什么样 不用学 当展现给他的时候 他的生命就被点化了 他的生命就被起悟了 他一切那样的东西 就自然具备了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在我的眼睛里 可能以后中国的大陆 真正今天的这一幕结束的时候 中国大陆可能就会展现出 他在影片中 所表现的那种境界 佛法的再现 当然是把魔鬼除掉之后 这就是周星驰用他自己内在 能够理解的生命的关系 在描绘着 人承传者 佛法之间的关系 然后转到人间 展现出佛法的力量 所以这一幕 我个人认为就是在很多人的眼睛里 都是一种神话了 电影了 瞎说了 其实周星驰却用最表面的 荒诞的手法 人们不信的概念 却表现着最真实的一面 真的 人中以为是真的 全是假的 人中以为是假的 全是真的 所以在我看来就是为什么讲 他要透过电影 描绘他对生命的认识 透过电影 有着他自己的一种使命感 在我看来就是这样 有着他自己的使命感 这一幕 就是最终的 斩妖除魔的那一幕 但同样他也表现出 佛法的威严 就是他并没有 无论魔鬼多么邪恶 同样到最后 把那个莲花拿出来 金色的莲花藏着毒针 同样拿出来 但是在佛法的威严下 他根本凑不了事 反而周星驰理解很深 他把金色的沙榻的莲花 拿过来 化成了童话 化成了童话一样的世界 化成了童话一样的世界的意思 真正佛法威严下 佛法慈悲下的人的生活 是那样的 人的境界的环境是那样的 看起来是很天真的 看起来是很童话的 但那是人本该有的 生命的环境 这一点处理 就像他后来拍的 《降魔片》里面一样 用的概念是完全一样 当把孙悟空灭掉之后 我们看到的是 影片骤然一转 孙悟空成了一个傻小子 对吧 那唐僧当时的那个环 变成了 套在手上的那个环 也就是 影片里那个女人死了之后 留下来的那个环 变成了 孙悟空的紧箍咒 这种相生相克的道理 放在了影片中 而那个环境 同样是童话的环境 所以他用了同样的手法 在描绘着 当人心全都是善的时候 当佛法展现在人间的时候 人会恢复正常人 看起来很单纯 很简单 很自然的环境 按照今天中国人的概念是 很傻的环境 但这是人的环境 而在上一个环境当中 共产党统治的环境当中 那些作恶的人 那些恶的生命 全都被清除了 剩下的是真正人的生活 所以我们描绘叫世界大同 如果按照推卫图里 第四十二图说的 那这就是 弓箭在地 弓在地 有玉兔 那抱着琵琶的女人 东方女人自西方而来 中国社会 乃至于全球走向世界大同 这样的大同的环境 是人自然的环境 人抛弃了共产党和魔鬼之后 那种邪恶 立体自私杀戮残暴的因素之后 展现出来的人的环境 2004年 周星驰电影当中 在功夫当中 展现了中国社会 未来的一幕 你可以信 你可以不信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